至於拿下人生第一面的金牌 會是什麼感覺 應該是很開心 今天國立體大的田徑好手陳奎如 他是在全大運公開男子組 百石公尺跨欄的項目 是以千分之三秒非常些微的差距 最後成功栽進了 所以他的感想是連他自己都不敢相信 同樣競爭激烈的還有另外一組 因為白米的比賽總是讓大家都非常關心 公開男子組100公尺的比賽 最後是由國立體大的一尾鎮 以10秒58的成績 帶走金牌 裁判名槍 所有的跑者全力衝刺 國立體大一尾鎮在激烈的競爭中 脫穎而出 率先衝破終點 以10秒58拿下了公開男子組100公尺金牌 卻沒完成預設要達標世大運的目標 昨天下雨 今天太陽這麼大 然後又來個大逆風這樣 運氣不是很好 加油 另外公開男生組110公尺跨欄競爭激烈 四位選手幾乎同時衝過終點線 僅有判定是第六跑道的國立體大陳奎如 以不到千分之三秒的優勢暴走冠軍 目標就有前三就好 可是也不知道會低啊 意外拿下人生中的手面金牌 讓一度想放棄跨欄的陳奎如 再次燃起信心 也特別感謝親友的支持 而公開女生組100公尺跨欄 臺灣師大的謝靜如 在艷陽下跨出了13秒76的好成績 不但拿下了金牌 更一局打破了大回紀錄 有點TV孫傳賢張一騎 宜蘭報導 好